天天话题才经专栏有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需理财顾问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您好 爱妮您好 大家好 黄女士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去年的一项这个调查显示 美国的这个慈善捐赠确实是创下了这个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那我们很多这个很多人都知道说在美国其实很多这个高净值资产的人 对于这个慈善捐赠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是一个这个在资产规划方面一个必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可能对于我们很多这个在亚洲的朋友呢 可能对这个资产规划当中有关这个慈善捐赠这一方面可能不是非常的了解 是的 其实美国它一直都有这个慈善捐赠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传统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这个2019年这个强劲的这个慈善捐赠的 这个增长的情况下面其实大部分70%是来自于个人的捐赠的 那真正企业的捐赠呢只占了4.7% 为什么个人的捐赠会占这么大的比例 其实这是因为美国在慈善捐赠方面 它的税务的优惠政策是非常非常清晰而且也非常的全面 所以呢大部分的人愿意去做慈善捐赠 从而享受到税务方面的一些好处 当然呢除了这个税务方面的好处以外 实际上这些有钱人或者是高净子的这样一些人呢 他们也有对社会做出回馈这样一些意愿 所以慈善捐赠这就是美国支撑很多事业或者说慈善事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石 那到底我们在做慈善捐赠的时候跟我们的税务以及财务规划有多大的关系呢 其实很多人都特别关心那我怎么捐我怎么抵这个税 那这个呢跟你所捐赠的金额资产的类别 以及接受这个捐赠的团体的类别呢都有关系 当然最后跟你的收入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上来之后 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税务改革是在2017年的12月签署的 那这个法案Tax Cut and Job Act 这个法案就是税改的这个法案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于这个慈善捐赠的抵税额度 对个人来讲那2017年以前呢 都最多只能抵到你的AGI的50% 也就是说你的Adjusted Gross Income的这个AGI的50% 什么意思呢2017年以前假设你的这个AGI是赚了10万 那你捐赠出去的现金而且是捐给这个公共的慈善机构的话 那么最多你只能抵掉5万块钱 可是新的税法之后2018年1月1号开始呢 你捐出去的最多可以抵掉你的AGI的60% 同样是赚10万同样你捐到10万块钱出去 2018年你就可以抵到60% 6万块钱 这6万块钱是可以不算你当年的这个income的 所以这个慈善捐赠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了解 你捐给谁了你捐的什么东西 捐给谁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捐给public charity还是捐给private foundation 这个非常重要那你怎么确定呢 一定要到国税局到网站上去查他们的这个call是什么样的call 那如果他们是public charity你捐给他们的现金 你可以抵掉你当年AGI的60% 假设你是捐给private foundation 那你捐给他们的现金你只能抵掉30% 所以捐给谁了非常重要 接下来捐的什么东西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是捐的现金 你捐的是房地产你捐的是股票或者你的退休金 或者你的人寿保险等等 那么这些非现金的捐给这个public charity公共慈善机构 你只能抵掉你的AGI的30% 假设你是捐给非public私人的慈善机构 那你的抵税呢只能抵掉你的AGI的20% 就是非现金的捐赠 非现金的捐赠 所以这里头有几个数据 这个60% 30% 20% 你要记得这个数据 那在捐赠的时候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这些机构是不是合格的 刚才我讲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到IRS的网站上去check 这些慈善机构是不是符合条件的 这是最好的办法 但是很多朋友呢会来问我 那我们捐到海外去的 比如说这一次是最最明显了 当中国最早发生疫情的时候 有很多人买了很多口罩 买了很多这个抗疫的物资捐到中国去 那么这些是不是可以抵掉美国的这个收入所的税 也就是说从你的AGI当中来抵掉这些税 答案是一定要明确的知道 你捐去的这些海外机构 是不是美国政府认可的这样一些慈善机构 如果不是那么这些捐赠通通不能抵税 通通不能抵税 那目前我们可以了解的是 绝大部分国内接受这些慈善捐赠的机构 都是不符合美国的这个资格的 所以你捐了多少出去 在美国你都不能享受这个税务方面的优惠 是是这一点大家可能要这个多多的留意了 那么其实对于很多这个高净值资产的朋友来讲 可能除了这个刚才您提到的有关这个慈善捐赠以外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传承也是相当的重视 是不是 是 其实除了捐赠以外 很多人就会说 哎呀那我的这个资产都这样捐出去了之后 比如说我有个房子值300万美金 我就把这栋房子呢直接捐给某一个这个慈善机构了 那我的孩子们呢对我这样一个行为会有很大的意见的 所以在慈善捐赠过程当中一定要运用一些工具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托 你要运用这些慈善捐赠信托来做好你的财富传承 那我们这个信托的概念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那最重要的慈善信托有两类 一类呢是叫做慈善先行信托 或者是说Charitable Li-Trust CLT 它是在呢一年一定的年限以内将固定呢 这个年金或者固定的比例这样交付给慈善机构 捐赠人过世之后呢 里面剩余的资产呢再转移给这个非慈善的受益人 就是给你自己的家人 那这种信托呢在华人来说用的比较少 用的比较少 也就是说一开始捐给慈善机构了 等到捐赠人过世之后 里面有剩下来的再来给到自己家人 我们用的很少很少 用的最多的也是最popular的 是慈善剩余信托 那这个英文叫做Charitable Remaider Trust 那这个Trust的好处就是慈善捐赠人 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资产财产 这个给到这个慈善机构的时候 还没有完全这个捐出去 它通常会设立一个Agreement 也就是说我捐了这个300万房子出去 那这个慈善机构呢 每一年会从这个300万当中给我5%或者6%作为收入 等到这个捐赠人过世的时候呢 那么剩余在这个信托里面的才是这个慈善机构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原因是我们捐出去了 我们还有一个Agreement 每年拿回来5%或者拿10年 或者是拿多少年 那剩余的为什么叫做剩余的呢 就是还没有用完的这一部分 才给到慈善机构 因为我们还要考虑 我们自己有家人的 那我们的家人呢 每年还有5% 从这个资产当中得到一个收入 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跟人寿保险联系在一起 每年收回来的那5%呢 我们在交万税之后 我们可以去买一份300万500万的人寿保险 这样一来也捐赠了 税务的优惠也拿到了 同时呢 你的家人收到这一笔人寿保险的赔付的时候 是没有收入所得税 也没有遗产税 当然要涉及得当 对 所以是非常好的安排 是是 非常感谢黄女士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度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理财贡问 黄海定女士 黄女士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那么在刚才休息之前呢 您大概是帮我们介绍了有关这个慈善捐助的这样的一个慈善信托 那么接下来可能很多观众想要就是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关于这个慈善的信托和我们经常谈到这个财部规划和传承 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关系呢 好的 慈善信托 实际上 我们刚才讲到 它呢 既可以享受 这个捐赠出去 在税务方面的一些优惠 同时呢 又能够通过一些得当的设计 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 用慈善 剩余信托 来这个第一 解决税务方面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 我刚才也举了 那有一位老先生 20年前买了一套100万的房子 那现在呢 这个房子已经300万了 他如果要卖掉这个300万的房子呢 他这个扣掉100万 剩下200万呢 他是要交这个capital gain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几十万的这个增值税 他要交出去 那么他呢 最好的方法是找到一个 这个公共的这样一个慈善机构 比如说教会也好 或者是这个 就是其他的这样一些慈善机构 公共的 但是呢 也可以在税务上面有一些 这个不一样的对待 那他这样子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 他不用交这个 因为他去卖掉这栋房子 立即发生的这样一个增值税 第二呢 他可以跟这个慈善机构签立一个合约 比如说每一年从300万拿5个percent 35就是15万 那这15万交掉税以后 可能交掉收入所的税以后 可能还有好几万 那用这个好几万呢 我们可以去买一份300万或者500万 甚至上千万的人寿保险 那如果这份人寿保险 再放到不可更改的这个人寿保险信托里面去呢 将来他的子女在拿到这个300万500万的人寿保险的赔付的时候 是没有收入所得税 也没有遗产税的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设立了慈善信托 设立了这个慈善生意信托 也设立了不可更改的人寿保险信托 购买了人寿保险 所有的规划都已经做好了 既解决了当前的这个税务问题 也解决了将来的收入所的税和遗产税以及增值税一系列的问题 那这种这个财务规划呢 是做的比较高端的这样一个财务规划来的 嗯 是是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慈善信托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工序 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呢 当然有 其实除了这个所有的慈善信托 以及人寿保险以外呢 还有一个工具也是在这个慈善捐赠当中 经常被使用的就是家族基金 Family Foundation 那家族基金呢是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 同一个家族的多个成员的基金 其实美国有很多著名的这个家族基金 特别是这个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洛克菲勒这样的家族 像他们这样一些家族 甚至呢现在近期的你们也可以看到到 川普自己也有他自己家族的 这样一个Family Foundation 那现在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Bill Gates微软的这个老板 他也有自己的Family Foundation 还有这个Facebook的老板 他们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Family Foundation来的 所以主要的一个同一个家族 那有不同的成员 麦当劳也有他自己的这个家族成员 这样一个基金 那不管呢是用信托的形式 离岸公司的形式 还是以单一户头 或者银行账户的形式呢 这些基金都存在在那里 那这样一些基金呢 我们会统称为家族基金 那通常呢是会用家族信托 家族信托来持有这样一些基金 那家族信托呢 当中他又会指定这个家族信托 这样一些这个管理人 或者是说委托其他的第三方 来管理这个家族基金 那从而实现呢 对这个家族的财富的规划 和传承的目标 那家族信托呢 在这个资产的所有权和收益 这个权的收益的分配方面 都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规定 所以这些 尽管在家族基金里面的这些资产 不归这些家族成员所有了 因为已经捐赠出去了 但是呢 很多时候 他们还是可以参与管理 还是可以呢 把这个家族的基金 或者说这些慈善基金 跟他公司 跟他个人家族的财产 进行切割 进行分配 这样一来呢 让这个家族的 这样一些文化和理念呢 可以一直代代相传的传承下去 所以家族基金 就是家族基金 加上这个家族信托 都是帮助这个高端客户 高净值展 高净值产的这样一个人群 做好财富传承的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工具 嗯 是是 像不管是刚才您提到 这个慈善信托也好 还是这个家族基金也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建立 这些这个信托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 这个相关的注意事项呢 是 所以刚才我谈到呢 在这个设立 这个信托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 会计师和律师 以及财务规划人员呢 来做好这样一些信托 以及这个规划方面的 在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样一个过程 一定要让专业的人士参与进来 那我们在做这样一些设计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信托的设立人到底是谁 信托 因为委托人到底是谁 信托的受益人到底是谁 这个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关系 法律的关系 税务的关系都会存在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2020年来讲 每一个人的这个遗产的免税额度呢 是1160万 那夫妻两个呢 就有2320万 假设你说 我现在两人加起来还不到2000 2000万 那我需不需要做这样一些规划 答案是需要 因为什么 第一你的资产会继续的成长 第二 尽管你可能现在没有遗产税 但是将来你可能 还是会面临着 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根据你的资产呢 你要做相应的这样一些规划 我们刚才谈到的慈善捐赠信托 这个家族基金 家族信托 都是解决这样一个遗产规划 和财富传承的这样一个工具 当然慈善捐赠 它在税务上 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的慈善捐赠那么的popular 除了美国人可能愿意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愿意回馈社会以外 其实跟亚洲比起来 就是因为在税务上面的优惠政策 非常明确 非常的clear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美国的这个捐赠 每一年都在持续的增长 本原因 是是 今天非常感谢黄女士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同时呢 非常感谢过的收看 我们下期通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